在寒冷的冬天 無數的 天還會亮的清晨 我張開一天的訓練 過程雖然辛苦 但是我對放棄的態度與訓練 一直到現在 此時此刻 依然不變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注我 我們家的教室 但是請提亮我 在球場上 我是一個職業球員 但是像這個光環 我也跟大家一樣 只是一個普通人 道聯王堅游擊金手套得主王盛偉 以及最佳酒人外野手華華張正偉 在終職頒獎典禮致辭現場 氣不成聲 他們先前陷入兄弟五虎降風波 沒被放入季候賽名單 引發外界諸多討論 其中王盛偉 更是一路從台上哭到台下 最難承受的是家人遭到波及 這段時間和公司我都有聯繫 了解我的情況 我沒有球團 我沒有團隊與距離的問題 純粹因為我個人打擊狀況 會打球團一起 所以下班機下方二軍 對於外界那些不實的傳聞 以對我的家人 太難 造成災害 一困擾 這個部分我以律師討論 不排除有後續動作 至於張哲偉牽涉婚姻和緋聞問題 不但沒能參與季候賽 昨天甚至遭球團釋出 也使得拿在手中的獎座 格外沉重 我覺得這是私人領域 我是在球場上 這些都不是你們想的那樣 我是在球場上表現 你沒有表現 我拿這次獎 大家都看得到 花花認為場上表現和私領域 不該混為一談 31歲正職當達之年 將尋求延續職業生涯 就看有沒有球隊能給他機會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